維京最近因為直播片段被截取 純網路迷因直接引發純網模仿潮 新一日他出席節目錄影時 也聊到這件事 點過去幾乎全部都是 對 我真的很謝謝你半吊子文青 謝謝 就很意外 可是我私底下平常都沒這樣講話 那是一個直播上面剛好講到了一個哏 我就自己在那邊接著眼這樣子 還要怎樣講話 就這樣 他私下滿正常的就是這樣 就我也沒有因為那個 迷因開始被大家模仿之後 然後我私底下就開始這樣大講說 欸 我現在立刻這樣 也沒有耶 你朋友私下會一定這樣模仿嗎 超沒有耶 我周圍的朋友都知道我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他們也不會Cue我這樣 因為我真的很懂你耶 沒有 我們有一次在什麼活動 然後說維京你要模仿 然後維京整個直接變了就說 好了 他說 爸 你要我在什麼 他們要我在跨年的場子上面 對 然後又好像瘋子說 來 你們最近很很維京那個 立刻撕好那個維京 我說不要鬧了 而且你還講一次 然後瘋子還說 來來來來 好了 這不敢 你不要看你大便耶 太多人了 太多人我不敢 這樣如此之後 趁著少師取笑 現在示範 我跟你講 現在只要示範他會生氣 因為他是那種不能Cue這個東西 就是會很沒有當下那個感覺啦 就是會很像演的 可以一點點 但可能會很尷尬 那你講兩次 你說對的鏡頭嗎 我立刻爆炸 我立刻要撕吼 我立刻要剪掉 我就叫不下去 好了 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OK 我覺得這個東西播出去 反正大家覺得 我不覺得這個好笑 怎麼好笑的 所以他有幫我剪掉 立刻剪掉 維京整個人就是人間迷因沒錯了 我不斷 輝瑣